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期间 历经节节 从不铺张浪费 过了斯巴达式的生活 不追求物质的享受 只追求精神的达到 为此赢得百姓最主 第三 最穷的总统 在以往好几位前任总统都有经济问题 或者家属贪污受贿 而唯独内蒋德总统最穷 内蒋德即使当了总统 却还是住在首都的黑南一个破旧的胡藤里 家里的房子是一套破旧的三居室 甚至内蒋德的座驾汽车 那也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生产的法国车 开了十几年 而且连空调都没有 内蒋德就是开着这辆车上下班 而且衣服穿着也是非常朴素 很多都是旧衣服 其在生活中完全还是保留平民风格 正是这种勤俭连 正的作风 使他赢得了社会下层的支持与爱戴 在伊朗这种政教合一的国家 权力基本上不受监督 作为总统那贾德虽然没有最高的权力 但是要搞点钱 随便搞点石油收益就足够了 但是内蒋德在位期间 依穷到底 而在位时 一心给社会底层百姓增加福利 同时 推动石油收益向老百姓的倾斜 而自己倒下台时 还是不容易